欢迎亲友开宗明 跟我们谈到了广大的转型成功 为什么转型这么重要 因为真的很多以前的大老虎 就在时代的洪流当中 一波一波被淘汰了 没错啊 事实上我们刚讲到 其实因为这个连500大企业 生存的期间都只有40年到42年 甚至现在都只有剩下20到13年 我说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有所听过 这家叫Nokia 2000年的时候 手上谁没有Nokia的手机 人手一支 没有错 对我也有啊 而且还很难买 买到缺货 对不对 他刚推出这个照相手机的时候 我也要去买 哇一支好大一支 结果呢 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 不喜欢掉计程车上面 就没了 时代的眼泪 那个年代手机呢 你大概找不回来 那现在你手机运气好 现在不管是Google或Android的手机 要找回来比较容易 而且那时代没有锁 现在人家不能解锁 什么事都不能做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在2007年的时候 iPhone出现了 对不对 安卓系统出现之后 结果呢 后来怎么样 这个Nokia退出市场 为什么他会被打败成这样 他没有发现到 有更强的进展对手 他本来是独占凹头啊 对不对 他有本身的一些作业系统 他想说我自己看到作业系统 我不跟你们合作 因为iPhone买就不能合作 对 他也不跟安卓合作 结果呢 人家开放式系统 一开始比较便宜嘛 安卓一开始啊 就是Google一开始给大家的授权 是不用钱的 但现在是要钱的啊 对不对 但你看到 他没有去合作的结果 他就消失了 而且他自己的也没有那么好用 对 虽然说他公司没有消失 他现在在做一些什么5G设备 可是呢 事实上跟以前啊 大不如前 再看第二家公司叫什么科达 对不对 科达也是啊 以前是相机底片事实上第一名 转型数位相机跟充益 好像很厉害 结果2012年申请破产保护 目前你在美国市场上看到的科达是 申请完破产保护之后的科达 所以呢等于说你先前投资科达的 你是血本无归了 哇 对啊 然后你不要说 这本来就很烂啊 这底片心本来就挂掉了 他的同业叫什么 叫富士软片 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 富士软片的一个股价 对不对 我们准备一下 其实富士软片呢 大概1984年左右挂牌的 结果呢 富士软片呢 其实在疫情的时间 他的股价是创下新高的 为什么人家能够转型的这么成功 你看疫情时间 他股价创新高的嘛 对不对 而且你看到这 长远来看的话 他事实上你投资富士软片 你还赚钱 对所以不能用科达的理由说 被时代的洪流冲走 人家就能够这么厉害 因为他有转型成功 我们看一下刚刚的字卡 对不对 他因为转型什么 他去做什么 他把底片跟化学品的知识啊 对不对 他把它怎么样 转到半导体材料 医疗保健 就是我们看到COVID-19的时候 他的药竟然可以用在 治疗COVID-19 真的是厉害 所以结果完全不同 所以你看到企业有转型 跟没转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来看下一页 我们看到实际上广达是典范嘛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段我们讲过了 1999年 2000年 2006年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AI的时候 他已经在做AI伺服器了 他说他去麻省 这个领百里说他去 说他去麻省理工学院 哇就要看到AI怎么样等等 这个新闻 其实你可以去Google 都更多的到 对不对 那另外一部分在于 其实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 甚至在股市现场都跟大家讲过 他真的厉害在哪里 他很早就看透苹果策略 当然我们台湾 现在有很多人看不透苹果策略 我就不便批评了 对不对 他放弃代工低毛利产品 重心转到哪里 自驾车车电 对不对 云端伺服器 贯彻林白李董事长 用以人为中心的AI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AI但是怎么样 要有种人开始来发展嘛 不是说让AI凌驾于人之上 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说 对 到哪一天我们就 AI凌驾于人之上 所以以人为中心 可能当然呢 听起来很好听啦 不过说真的一定要这么做嘛 对不对 再来看这下一页 他说呢 这个他今年营业报告书出来说 未来十年的科技进步 会超过过往的100年 迎来人列跟AI共生的新闻名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说什么 企业啊 这个个人的生产力呢 国家国力 掌握运用AI 都成为竞争胜出的关键 那这是在他的一个 你也把我书写到的 因为他正式转型 而且他转型的很快 我们刚讲从1999 2000年到2006年 你看他什么都比我们早 非常的几十年 而且看透苹果的这个 那是未免有的策略 苹果的策略很简单 一开始你可以赚多钱 再来找second source 再来怎么样 再找第三个 source 然后呢 把你的毛利砍的乱七八糟 可成是一个很好例子嘛 可成过去 我记得我在做这行的时候 可成三四百块 现在剩多少钱 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哪一天可成 如果股价比华福还低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说我没讲了 对不对 不跟他讲这个 我们再看下一页 事实上 还有谁也转型很成功 光宝科 事实上很多人很小看光宝科 因为光宝科老实说 我在应该说我们在 2000年的时候 其实光宝科不叫光宝科 光宝科好几家 关键什么原新啊 蓄力啊制服 结果呢 他搞了一个四合一 对不对 他搞了一个四合一 这是他的转型其中之一 再来我们看到 最近的转型是什么 除了老板换人了 因为老板呢 就从接棒嘛 宋明峰接棒 宋公元之后 2018年手机相机模组 卖给力讯 2022年影像事业部门 卖给力讯 手机相机模组 为什么卖给力讯 他赚不到钱 影像事业模组 为什么卖给力讯 这部分有赚钱 还占他营收6% 7% 那为什么 因为他毛利率 只有个位数啊 对不对 光宝转做什么 他在做AI伺服器的高阶电源 事实上我们可以现在看到 你在使用CHIPGET 如果没有光宝的电源 你就不能使用了 因为呢 他里面所使用的 叫DGX2 挥达那个伺服器 他的3000瓦的电源 光宝是独家供应 不是台达电供应 你想哇台达电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台达电供应 就光宝就找 挥达就找光宝合作啊 甚至微软的Essuer 他的所使用 有个5200瓦的电源 也是光宝科供应的 所以你看到嘛 他厉不厉害 他说他看好AI伺服器的高阶电源 需求量增长50% 4月份的光电云端 跟物联网部门 合金收到58% 他又提到说 他为了要怎么样 要做这个433啊 就是这个四成消费 然后呢三成是云端 跟所谓的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光电部门 所以你看到 他转型是很成功嘛 所以应该 还有下一页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整个光 应该说整个的转型的 一个结果呢 就是说他把这些 比较不赚钱的部分 他可能就 他不做了 对你看他不赚钱的处分掉 赚太少 毛利太低的也 然后转工这个部分 没有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切线图好了 事实上你看到 他就慢慢的往上走 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对不对 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慢慢往上走 老实说 你看这几年投资光宝 有没有输 没有输啊 对不对 哇这已经来到八字头了 所以你看到 这些公司啊 转型成功 你活下来 那转型失败了 我说真的 有些转型失败 或没有转型的 很多公司 其实消失在台股的洪流里面 我想这个应该说 还是蛮多的 好那到底还有哪一些 普遇能够被我们挖掘呢 我们稍后继续追踪